杨子为选上热搜再给张一山近身兼职七年的热度过去没多久 杨子再一次冲上了热搜 这回他的境地比较尴尬 上热搜的原因居然是因为违权 明星最容易牵扯到的权利就是肖像权、版权、名誉权 像之前有个麻辣烫因和明星成名而擅自使用人家照片商用宣传 以至于需要赔偿人家将近200万的巨额赔款 现如今杨子也是类似的纠纷 他早前同拉夏贝尔签订代言合约 对方可以使用他的形象当作商用宣传照 但是这个合约仅仅签订了两年 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合约到期 按理说拉夏贝尔应该停止使用关于杨子的营销方案 可他们却全然当作没有这回事 人就让广大群众以为杨子还在为他们家代言 这就侵犯了杨子的权业了 经过一番咨询 这位顶流小花步入法院 控告他们制违法的行为 法律是维护所有公民权利的最好武器 在这场官司里杨子赢了 擅自使用了两年杨子有关形象来营销的拉夏贝尔 终于被拉了下来 根据法院的宣判 他们需付出清钱的成本 赔偿给杨子25万元 强制拉夏贝尔网店赔偿 刀炒粉25万多吗 并不多 对于杨子来说 可能不过就是一个手提包的钱罢了 拉夏贝尔也这么想的 于是他们试图用拖延策略 能拖着不给自然是最好不过的 但杨子这姑娘很建议 认定的事情很难松进而 她觉得法院都判你执行了 你就得给我 不给不行的 于是她再次找法院来帮忙 申请了强制执行 这个举动却被炒粉了 有些网友的看法 或许和拉夏贝尔差不多 都觉得她已经很有钱了 哪还至于这么较真的让人家赔钱 25万估计都不够她吃顿饭的 她不该要赔偿吗 此事件引起网络诸多讨论 有一部分人是炒粉她那个派系的 主张她官司打赢 就算是她有权益了 区区20多万 尚赶着要钱有失格局 更多的人支持杨子的行为 身为早前仇混她的纯属是法盲 有钱就该纵容别人亲钱吗 其实这事根本没有这个真实的地方不是吗 是她不该要回赔偿吗 她怎么就不该要回赔偿了 杨子有钱 那人家也没有偷啊抢啊的 那是人家自己招来的 作为一个普通公民 当然也享受国家的法律保护啊 她的形象不一定是被法律保护着的肖像钱吗 我现在就不想要回赔偿了 感谢观看